台南市新化区国家植物园旁的虎元溪 今天上午有游客发现 溪里头的鱼群全都暴毙 让当地的居民相当错愕 初步发现是原来干净的水池 已经完全变样 现在他们已经通报了 区公所转达环保单位实施检测 希望能够查明鱼群死亡的原因 水面上到处都是反白度的鱼湿 经过高温日晒发出阵阵恶臭 为在台南新化国家植物园旁的虎元溪 29号一大早有游客发现 溪里大量鱼群暴毙让居民忧心 水域生态已经遭到污染 在植物园内的谈犯 依靠着虎元溪都和这条溪有了感情 拜斗话的徐老板就说 他每天工作空档都会来看鱼 过去生意让人的生态不在 看了真的好痛心 虎元溪位在虎头皮的上游 居民担心被污染的水会流入水库里 已经通知当地区公所 希望能尽快通知环保单位 来查明鱼群死亡的原因 联合报 吴树林 台南报道